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 大家会看到狂野西部 看没有 马过来了 我的去 真帅啊 我看 这牛仔是吗 牛仔 哇 那么大的马 对啊 哇去 一个马队 哇 咱们待会儿能怪不得 看着呢 哇 那马走了 眼看着这些牛仔就 从两车中间骑着马就窜过去了 比模特都好用 那马巨大 以前经常在电影里看什么呢 西部牛仔 后来一问就是这儿盛产的 德州牛仔 最开始是骑着马这儿全放羊是吧 放牛 放牛 后来就 这种电脑游戏 这么狂野 没拿枪着打是吧 对对对 就俩人不服就直接对决嘛 男人之间战斗 对 隔离50米 然后同时123 同时拔枪 看谁枪法好 打死不负责 打死不负责 先牵好那个生死状 哇去 就打死就真死了 就谁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还好现在是法治社会 不要害怕 我跟你别说啊 这边是真的猛 刚刚看到俩车在那儿较劲 乱怼插着撞着 狂野真的不顺 诶 什么意思呢 那骑马在那儿看热闹呢 嗯 套了怎么在这儿啊 好多马还有黑人在骑 好多马 这么多人 在咱们后面 哈哈 哇 从这个护士镜里可以拍的 哇 哇去 这厉害了啊 那边还有一片 这是高手 哇 这是高手 哈哈 这个直接在这儿骑着走了 这个拍点视频 哇去 这是高手 还拉屎呢 那妈拉屎呢 哇去 前面发生了这个帮派 然后跟这个警察的一个对决 看到那边没有 前面有很多警察 然后这边去维护这家兄弟 骑着马来冲过去了 这个是在美国 如果捍卫自己权益的话 你就得冲一冲 我的天 大事啊 这是大实践 前面很危险 但是我们现在目的地呢 是这边 我们就不往去参与了 这是今天的意外时间啊 各位 这是德州 我们到下去拍 还是在这儿 嗯 各位 我们到了 接下来让大家感受一下 16万的房子到底什么样啊 湖里有可能看不到 什么情况 对 这边药板街还没建起来 看 看这牌子写着 Model Home coming soon Wayside Village 可以看到照片 对 这个样子 这个是在休斯顿市中心很近的地方 嗯 16万到17万 美金 对 就能买到 对 就是全款不到100万人民币 对 然后首付 可能 30多万人民币在那儿买一房子 就是这个情况 就是这么个状况 可以看到大马 然后这个区域呢 这个路已经休闲了 很大 哇 大家有什么感想了 西部狂野啊 这个 对 然后那边还有很多话 在那儿买到大马 可以免费看到牛仔的演出 蒙了面子 估计都爽了 踩着枪了 但这边还不错 当然这边住宿还是很安全的 他们是 群体 针对性事件 跟他没关系 哇 去 啊 塞 诶 你说这16万的房子 啥时候能买呀 有说有消息吗 现在就可以买 现在可以买啥时候建好 现在就可以买 大概四五个月吧 差不多 对 现在夏天之前就弄好了 OK 诶 还在前面 有些人可能就疑惑了 你们不是在休斯顿吗 怎么每天展示的都是 感觉有点像大农村这个感觉 其实我们介绍的房子 都是这种别墅级别的 他们一般会建在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宁静的地方 所有的地方我们介绍呢 大概去Dontown也就二十多分钟 三十分钟 如果堵车的话可能稍微再晚一点 接下来呢 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什么是真正的休斯顿 我们下期再见 因为等一下呢 休斯顿火箭队呢 要和湖人队打赏比赛 大概一个多小时后就开始了 所以所有人呢 所有人呢都过来观看比赛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地图上是特别堵的 我们呢没有买票啊 票也是巨贵的 所以就带大家在这边转一圈 好了各位到我前走呢 这基本上已经到了这个丰田中心的这个停车位了 因为我们没有买票 所以我们就是穿过啊 穿过就行了 现在在休斯顿的正中间了已经 好各位现在呢 这就是门口了 Toyota Center 然后给大家看一眼 但是进不去啊 这是休斯顿火箭队的主场 然后比赛呢大概在今天晚上的七点钟 啊 能票我看一下挺贵的 六七百块钱 因为今天是湖人队跟火箭队 所以今天去了非常遗憾 我跟他说一下就是在休斯顿呢 每次看比赛的时候 他们的热情都没有很高涨 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在电视节目里面看到 哎怎么这个座位的根本没站满呢 其实就是因为他们这个 一个是这个地理位置 还有还有生活环境 下班的时候呢都比较晚了 然后周末呢他们又喜欢出去玩 又喜欢其他体育 所以火箭队在这个主场显得比较冷 挺惨的 但还好我来了 拜拜 然后这边是他们的一个粉丝团 还在买票上还挺多的 粉丝团 刚才我说错 热情还是挺高张 但依旧那个原因 没有很多正常情况下 这是 cuidado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